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蹦出来的 比如你看我每个人手机放在旁边 突然间几乎同时 你要有两部手机 就在你的两部手机上突然跳出一个新闻来 我也想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 同时在那几个新闻客户端 其实是有一种同时性 然后就是说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也许这个新闻并没有什么内涵 但是有的时候 他这个有富有某种色彩 一下子让你引起了注意 比方说那天就是 我正在登健身的自行车 然后我一看 就跳出一个新闻 说他有一种进行感 就有一个44岁的中国男子 在美国洛杉矶 杀了他的两个侄子 还是两个什么关系的 两个孩子 杀了之后 他已经登上了 我最早看见的第一份报道 就说已经登上了国航的飞机 正在逃往北京 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在飞机上 美国警方正在怎么怎么着 然后就说这个人不知道 地面上的人正在抓他 而他正在飞机上 然后你看这个新闻更新了 这个新闻很厉害 等于是 等于是真是同步了 同步 过了一会儿 这个新闻就更新 我才看 是往香港飞 这个44岁的 涉嫌杀了孩子的这个人 是香港国泰的航班 你看CX897航班 逃离美国 前往香港 而且这个新闻是微博爆料 微博网友爆料 此男子是在机场临时买的票 然后你看当时是22号 预计今天下午5点到达香港 另外大家别着急 国泰这个航班上 没有机上的WiFi 他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进入围观模式 目前飞机刚刚落地 然后马上香港某报确认 这个中国籍嫌疑犯 已被香港警方带走 但是他精神好像有点不对劲 暴称不是 现由救护车送往北大雨山医院 治理 然后这个新闻就不断更新 不断更新 就警方正 香港警方正在 跟美国警方沟通 要取得若干文件 这个事情你有印象吗 我还真是 因为你们说了这件事情 我才去看了一下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这个更新 但是听你这么一说 真是整个他那个进行时的 感觉非常强烈 感觉就是请君入问 大家那个网 所有的人都 地球人都知道了 就他还不知道 飞机上他不知道 这个 从这个新闻学来讲 前些年已经有定论了 收视节目最高的是航拍 航拍 航拍就是 就是 就是如果说现在在某一条公路上 有一辆车在逃 他已经撞了什么人的 然后警车在后面追 这样的这个新闻 在美国他可以连续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吸引极大的人的 呃 关注 他这个还没有做到家 他要做到家的话 他等于是要实况 飞机降落 机舱打开 在这边就要实况转播 很多肯定很多人追看 假如你刚才的这番 对 介绍的话 我们知道的话 我们现在你啪 假如有字幕出来说 这个飞机 现在在香港上空 飞机上的人 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看 这多大程度满足 下面看的人的这种 参与感啊 对 他还不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警方 在机场的跑道 怎么怎么安排 什么什么 这个收视率极高啊 这收视率绝对高 而且就大家等着他落地 对 等会再下来 他就在飞机上 他还不知道 但是他杀了人 他当然他他心里 他想往国 他是想往国内跑 他可能是 是不是转通过 他临时 但肯定是当时急匆匆的 临时能买着什么 就走什么 所以说一开始误传 他是登上了国航的飞机 正在北京 TVB真是错过了 这么好的这种 凤凰也没去拍 应该是新闻车 就就就开出来 等着他表情一出来 什么样子 戴上手铐 他不知道 对不对 然后警察就上去 你哪怕不拍到 他里面仓的情况 只是在外面拍那个飞机 下来警察都保证 这个收视率极高 这个最大的成功 就是人有一种 叫live 就是现场 就像看球赛一样 将来你说 对咱们有那个微博 有什么 我觉得电视以后 还是会非常红的 就是电视 他那个CN 他就他有做过 就就一个调查 就电视还是最能够在同一时间 吸引最多人看live的一个工具 你网络直播你的 你的现在这个质数 还是没有那么 你没有这个这样的现场的感觉 美国后来很多社会学家 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你说 交通事故 警察追 一天每天都发生几百几千个 但是只要有一个是在 就是下面上面直升机追的牌 那就是各大台就纷纷转播 因为他还没有版权问题 你可以追 我也可以追 心不胜气的吧 对啊 心不胜 对 他那个事情当初发生 就是在公路上追 还有一个电视 追了几个小时 对 电视它是很多地方 都会摆一个嘛 你有时候 因为你看手机 你得主动去看 你像我就没看的话 我就会错过这个 电视机 你走在街上 什么什么店里面 什么有一个电视墙 有个什么 他就被迫 他就强迫你看到的 其实 他是三个不同层次 第一 有图有真相 你有画面 比你的文字 已经强很多了 第三 电视是活动的画面 更主要的 他是及时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 假如说这个人 已经下来抓到了 他已经警察 把他送往什么医院 送往 这个收视率就下降了 我们这样讲 有点冷 所以别忙着 做新媒体 那要是为了提升 这个凤凰资讯台的 这个收视率 要不我可以牺牲一个 我去做一个 对吧 有那个电影 就是真人秀 为了搞阴谋 为了提高电视台收视率 新闻当娱乐 做 比如说就是这一主持人 假说他干了一个案子 你们就追我吧 凤凰资讯台 全体出动 现在那样到处 还滚动 我就跑 都闻透 翻了案 现在正在警方追踪之中 在高速公路上 高速都是冰雪 要滑 现在广东军区 跟广西什么联系 最后我再把那个 又廷劫持了 关在一屋里 派一军跟我去谈判 是吧 进去谈判 好家伙 最后三个人坐下来 当你这场戏 收视率很高收场的时候 咱们台也完蛋了 而且很快就被别人忘记了 不是 不会忘掉 这个会再入史册 但是一次的骗局 要损害99次公正案的 良好积累 那你说那事 这怎么说 也不叫骗局 有的时候 这是新闻史上 真实的事情 有一次是一个 广播电台吧 广播电台 我们学新闻史 学过这个 欧洲那个航天中心 发射那个火箭宇宙飞船 有个小的电台 他太紧张了 他把这个词啊 都写下来 然后呢 就对着这个 这个这个现场啊 就不是 对对对 是电视台 我忘了 当时有电视了 然后呢 那边一点火 他就开始 对着镜头 他现在已经升空了 已经到了 什么什么什么 他把那些都打电清楚了 结果旁边一个记者 拍拍他肩膀 你看发现失败了 那个火又灭了 这样也拨出去了 但这个他是无心之事 你看这都是失误 就像不是有的领导人去世 最后说是误传 这都是无心之事 你刚才那个 你绑架又停啊 这是有意的骗局 对个 有意的骗局 对于新闻事业 对于整个政治文化系统的伤害 是无可 绝对 能能毁了一个这个新闻媒体 对吧 但是咱们有意的骗局 好像 你财不穿 对对对 这个这个 我就我就说啊 对 你要是 军老师说的对 咱们应该严肃一点 因为毕竟是一个凶杀案啊 但是你知道 这个案子的报道 要不说我这个人 老是这个关注点呢 就不在这个折上 我就觉得中国的这个亲属关系啊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 嗯 到现在啊 我也弄不明白 就说这个人 嗯 遇害的 你看 你看 我就 我就 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孤表亲 这就是 遇害的两位少年 是中国小留学生 对吧 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了 就是刘表示 采访了一个人啊 刘表示 他的同学和哥哥与父母住在一起 而姑姑和姑父离婚前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只是因为离婚案 姑姑遭到姑父的暴打 才临时躲到哥哥家 没想到姑父追到大舅子的家 继续找姑姑的麻烦 而凶贤石德云来的时候 偏偏他的妻子和大舅子都不在家 这才导致石把怒气撒到两个在家的孩子身上 酿出了骇人听闻的双世命案 就对夫妻他们不和嘛 然后那女的逃到他哥哥那里去 他跑去找不到人 他把他哥哥的两个孩子给 对 就他的侄子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别的人 他只能想到这个办法逃 还有一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引渡协议是不是还比较复杂 美国犯了罪都往国外跑概率都大一些了 纳粹都往巴西跑呢 那个东西 阿根廷 对 但是就是你说这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那最近还有一个在美国 你记得吗 那个灵虐那个女同学的 对对对 还是都说都是上海去的孩子 就是就说一堆女同学 刘先生欺负同学 欺负两个女同学 什么就扒光了 什么又吃沙子呀 烧头发呀 就这种在美国知道傻了 以为就是说结果现在就判了吗 美国虐待同胞三主犯 他们签了认罪协议 就是你你同学认罪 要不然罪名更大 然后呢 判刑六到十三年刑满遣返 最高的判了最高的女孩 获刑十三年嘛 严重人身伤害罪 攻击罪 什么什么挤罪 相加绑架罪 哎 法官强调三人服刑欺满 驱逐出境 几乎没有再返回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现在知道了 就是争风吃醋 为了你跟这个男同学好 我跟那个女同学好 这个 关键是他们以为啊 比如说你在中国的学校里面 他说犯了这些事 最多是开除学籍嘛 就这个学校不要你了 就同学里边闹闹 他没想到在美国 他要护上这么大的行政事 根本这种问题根本处罚都不处罚 而且有一个孩子的爹 本来去救孩子 结果现在在美国被逮捕了 因为企图行贿证人 前医生说起初有个老妈妈要企图性贿赂 那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听过没有 这种新闻你比较关心 我不太关心 所以有一个中国的女的为了小孩的什么事情 带东西去 好像五十多岁吧 然后要要性贿赂边境 大妈要性贿赂 但是我就觉得你像你聊这个 我就觉得你们讲那个老炮那个电影 有一个事情我一直就觉得挺愤愤的 说那个小飞是什么纯真的孩子 还挺好的 可是他是以前开车撞死过人 然后因为他爸的关系 不是就把这个事情给抹平了 他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情节 所以要搞清楚 他也是一个罪犯的 其实但是大家就好像因为这个孩子 他是个孩子 然后又有点意气有点血肉 大家一下对他的印象就变成一个正面的人物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原谅 所以说这个说电影是个好电影 价值观有点问题 很多人挑出很多地方 乱乱乱 但是你说的这个也对 中国人骨子里 我认为还有一种江湖气 江湖的价值观 什么叫江湖呢 张作霖讲话了 就是人情世故 什么叫人情世故呢 就是啊 但比如说徐老师 说他犯了罪了 哎 我作为他的朋友 我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怎么捞他 或者怎么帮他给找点关系 就像这个中国家长一样啊 到美国他还觉得是国内那一套啊 就这样去行贿一下证人 能不能让我孩子就脱了罪 哎 这个你想互相亲戚朋友 是不是都能理解 是啊 是啊 这就像 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原始的社会 不都这样吗 你像那个圣 那个圣经古兰经 不都说什么 呃 那个I for I 那个什么 leg for leg之类 就是你牵我一只眼睛 我要你 一眼还原 一眼还原 刚才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他那直到 刚生了孩子 对 就是这个脑子不行了 直到他后来有了这个实戒 有了什么 你有这个法律的形式 规定你该做什么 你不该做什么 不然他就是混乱嘛 就是以等等等等价的东西来偿还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了 这个问题可以讲到非常非常复杂 现在有一个争论的一个话题 你听过没有 这是欧洲中世纪来的 就是说呃 我们都忠实于我的我的主人嘛 他对我最好的吧 嗯 但是你是不是忠实于你主人的主人呢 那时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附属的附属 不是你的附属 就是说你的 你的忠实跟服从关系啊 指到你的直接 嗯 这个人 但是另外一种 这是一种政治观 那另外一种政治观呢 就是说 你有你的主人是吧 你主人又宣 宣示效忠他的主人 他又宣示效忠 你应该服从最高的 换言之 你你的主人 你最忠实的是你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贵族 这个领主 你你愿意为他打拼 但是这个贵族今天犯的罪了 国王要杀他了 你杀不杀 呃 这个这个这个是完全两种不同的 今天啊 好乱 今天真的好乱 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啊 好像是指到一层的 就是说 呃 我我我这 我的老板提拔我的 嗯 对不对 今天人家告诉我说 你的老板犯了什么法了 或者是贪腐啊 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尽量怎么 我们好像尽量不去揭发他 嗯 对不对 因为你们犯法 他的事情是他的事情 但是 我去揭发他好 就像你想的 好像 这你像当年那个日本的武士 嗯 他就是忠诚于他的主子 对 对 他就甚至为他的主子 封建啊 为他主子报仇 你都你怎么着 对吧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 也是关于就是教会 能不能够存在的一个争论 在这个基督教里面 他本来就是说人是 他这个教徒是对 是听教是听教会的 还是后来那个新教起来 就是我绕过教会 我直接对上帝负责吗 我不需要中间有个人 来告诉我是什么 应该是他什么是正确的 我自己可以读圣经 我自己直接可以跟这个 就是跟上帝沟通 就一个个人意识的成长 其实中国 很多人就在争论说 中国的就是这个本土文化里面 有没有个人意识这回事情 很多人说没有嘛 所以说这个民主竞争就很慢 这样那样 但是也有人就说 这个儒家里面就有啊 他讲说 这个三军可以夺帅 皮肤不可夺制 这句话他就觉得说 已经有了中国的个人意识在里面 那这志是什么志呢 这个志是什么志 这个我跟杜维明 我们跟杜维明争论过好多次 他一直是用这个 不可夺制这个东西 来证明中国儒家的非常强 个人意志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当时就跟他提出疑问 这可能这个志本身就是被人灌输的 就是就是服从出春天里灭人欲的 这个志本身就不是你自己的 这个志 秦辉的书现在就牵涉这一条 我以感性 我理论呢 我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以感性来讲 我觉得中国人能够为了国王最高的 来杀我的父亲 我说的象征意义上的杀我的老板的 那就是毛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会犹豫的 就是说我的恩人 我的父亲 如果说证明材料说他有个什么错了 或者是我的老板 他是我的全部的恩 我的所有的事业都是这个老板提供的 但是只要跟我说 这个老板是反毛主席了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无情的 就把这个老板的主席打掉 革命力高于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种很高的地质 就是说你服从一种法 今天你仔细在想 除非你刀架在脖子上 否则说 你要我杀我的父亲 你要我去揭发现在一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知道 我要去揭发我的父亲 为了 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现在中国人不会做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你就说这个 我就想起 我最近看这个王阳明 就明代的这个大儒啊 王阳明 王阳明最有名的 他就是说啊 良知 他认为人心里啊 有这么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啊 不需要人灌输 他认为那就是天理 他认为那个就是啊 那是那个那个 跟类似于道一样的东西 就说 没文化的人 你也知道 你看他是怎么明白的呢 怎么悟到的呢 比如说他原来也学仙啊 学道啊 学佛呀 他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他有时候觉得啊 不能解脱 然后呢 为什么不能解脱呢 他老是想他的父母亲 他就是个大孝子 非常孝 他说 哎呀 这个牵绊 不能割舍 我怎么能成佛 或者成仙呢 但是后来他据说 他大彻大悟啊 突然间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说 他就说这个天性 人只要找到了 秉承着这个天性去做 你啊 就 就没有错的 你就能成圣贤 所以他最后找到这条路就说 人应该凭着心中的良知 你应该 你每个人心中 有没有文化 比如说 这个这个什么 高阳贵乳啊 禽兽上之 什么对 什么感恩父母啊 就这个东西 叫良知 那要按照你说的这个 文革的时候 甚至于能把王阳明说的这个 打掉 天理的这个良知 给你灭掉 因为另一套观念和教育 对 武侠小说的核心啊 其实也是这个东西 武侠小说的核心 不是笑 是报恩 你看所有的故事 就是就是恩 你看所有这个主人公 他做一切事情 就是谁对我有恩 我一定要 对不对 报恩的反面就是我要复仇 谁如果 害了我父亲的 我不管王法 不管天理 我其他都不管 我就杀他个什么什么 武侠都是这一套 但是严格说来 这一套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下面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 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精神 所以 因为那个宪法 按西方的法治精神来讲 你父亲 你的恩人如果犯了法 你就应该解放 对 那你说今天咱们就说这个什么中国的这个人现在还在讲 就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是武侠精神 那都是违法乱纪 对 对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就说这个良知啊 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在大多数人身上我都能看得到 但是有一些个案 也让你怀疑这个王阳明说的这个良知 这人性到底有没有 你比如说最近广州日报出来一个事 你看到了吗 就在潘雨那边有一个11岁的女童啊 上学还是放学路上被杀死 抓住这个嫌犯才19岁 问题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问题是这个嫌犯是个广性 你看你看这个这个面相 你看这个面相像一种动物 你觉不觉得 你再看下面 这是被害者的这个家家人 其中一个遇害者的家人 为什么我说是其中一个遇害者啊 你看看下边啊 这个人抓着之后才发现的 他涉嫌多起杀人伤人案件 受害人都是不到十岁的幼童啊 而且死的时候都被凶手脱光了衣服 在他的家乡过去你看六岁男童江边淹死 2010年9月七岁男童井内淹死 六岁男童被哄骗灌农药 男童被骗上树后被推下 这都在2010年 然后山上有一天就有人见到他 没什么原因 差点把俩孩子推下山去 时间不明 然后掐死四岁半的男童 伪欢 刀统六岁幼女后 试图将其溺死 目前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人在村里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他脑子有问题吧 可能先天就有问题 但是那之前公安媒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被抓过一次 关过几年又放回来 然后第一次他杀孩子 未成年 对他就是未成年 所以中国的未成年也是个问题 就是说你说这个人 这个村里人都见识了好多回 有时候一看他就要把两孩子推下悬崖 可能被人看见就没推 你是没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这么杀这个十岁以下的幼童 杀了这么多个 就像美国电影拍这种变态杀手 我感觉他对这种 这个未成年的缺乏 就缺乏这个约束 有点像美国管不住枪的那个感觉 因为美国好多拿枪去行凶 他就是脑子有问题 他不查 那个奥巴马 他最近有一次那个讲演 他就说 他说美国现在平均 每年是三万起这个枪 就是这个枪杀案 但是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是自杀 而且是白人的小孩子 就teenager 就他未成年的这个人 自杀率非常的高 我就觉得未成年人 其实他说 it's hard to be a teenager 就好像这一 你是一个 就少年 其实仇滋味很多的 他们里头可能好多东西 好复杂的 他想不通的问题多着呢 对你给他把枪 他可能就能干出什么 而且就是你 就中国这个事啊 我觉得 现在需要检讨 就是说 说未成年人 什么杀人 什么就不负什么刑事责任 就放了 就不管了吗 这个他不像 这人美国人家管的是多 没关系 AS 我 一下 稍 добр 必listed cooked 试 艳 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